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11月3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我们积极想要扶传和侍奉的推动力 来自哪里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肯定自我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腓里博人书第三章第三至八节 弟兄们 其实真受割损的人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以天主的圣神实行敬礼 在耶稣基督内自豪 而不信赖外表的人 虽然我对外表也有可信赖的 如果有人以为自己能将信赖放在外表上 那我更可以 我生后第八天受了割损 出于以色列民族 属于本雅明支派 是由西伯来人所生的西伯来人 旧法律说 我是法利赛人 旧热忱说 我曾迫害过教会 旧法律的正义说 是无瑕可止的 凡以前对我有利益的事 我如今为了基督 都看作是损失 不但如此 而且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 因为我只以认识 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在公开场合宣讲福音真理 邀家人或朋友来认识耶稣并不容易 当我们看到别的宗教团体充满活力 在媒体上宣讲正道 热心参与福事敬拜 出钱出力 资助各类慈善事业 积极投入救灾工作 相较之下 我们的教会团体 是否显得缺乏作为 个人的信仰也显得无力 今天圣保路教导我们 不把重心放在外表 反而是邀请我们回到初始 其实 真受割损的人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以天主的圣神 实行禁礼 在耶稣基督内自豪 我们受洗成为天主的子女 领受与耶稣相同的圣神 因耶稣的言教深效 为我们祈求的一切恩宠 让我们有信仰 让我们有信得 在他内合而为一 因此 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从外在去羡慕或模仿他人 而是深入自己基督徒的身份 去认识耶稣 因为如果我们像圣保路一样 和耶稣真正相遇了 我们的信仰便自然会活过来 让我们能为了耶稣改变生命 积极福传 当然 有时候 周遭不认同的声音 异于世界的价值观 仍使我们困惑 怀疑 看到手足生活的比自己富裕 昔日同窗成就比自己高时 回顾生命中曾有的风光历程 跟随耶稣走不一样的路 似乎不是明智的选择 但生命短暂 只有耶稣能给我们永生 圣保路领悟到此生唯一的目标 就是和耶稣在一起 成为基督 因此 他可以将一切都看作损失 努力争取基督 你呢 请品尝圣言 我将一切都看作损失 因为 我只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 为至宝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解释过去执着的人事物 是否已随着时空消逝 但耶稣却不曾离去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圣神 请赐给我智慧与力量 学习圣保路割舍 以耶稣为生命的至宝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领悟到 若不能和耶稣在一起 一切都是损失 我们明天再见